南投县民间乡的天寿宫每年短午节期间 俗称地爷宫舌的大头舌都会献身宫庙 今年也没缺席 早在短午节的三天前就来报到 县府农业处历经了多年观察后表示 短午前后是大头舌主要繁殖季节 加上天寿宫被一片山林环抱 研判各项条件刚好都吻合 才会让大头舌连续43年来报到 一条大头舌在供桌和神像之间来来回回穿梭 一下子土性一下子挺腰 目测体长约200公分 难免让来参办的民众有些害怕 不过这其实是南投民间乡天寿宫的熟悉景象 我看到网路 我说那个蛇盘踞在这个寺庙里面 想过来看看这样 想要去探讨一下 民间乡天寿宫连续43年 在短午节期间 俗称地爷宫舌的大头舌都会献身宫庙 今年早在短午节前三天就来报到 庙方担心好奇人士蜂拥而来 决定在连假最后一天才公布影片 至今蛇都还在庙里逗留 自令外界好奇为何大头舌年年报到 县府农业处历经多年观察表示 因天寿宫被一片山林环抱 占地面积广达一千多平 加上短午前后是大头舌主要繁殖季节 因此研判整个主客观条件 恰好都吻合情况下 才促使大头舌连续43年现身 先不论宗教信仰方面的想象空间 似乎也体现了大家共同努力于 生态保育的成果 这组合报道